先给大家看看图片啊 您猜猜这是啥呢 有点像过年的时候家里的摆件啊 又是小伙又是小福蛋的 挺喜庆 告诉您吧 这些呀都是大馒头 说山东微海的花伯伯手艺传承人余莉莉呢 带着八十多名四十岁到六十岁的女性一起做馒头 让原本就擅长做馒头的阿姨们 有了展示记忆的平台和再学习的机会 而且呀 这些馒头呢 不仅获得了年轻人的认可 更成为了新的国潮年货必备礼品 我们一起来看看漂亮的馒头们 现在的馒头呢 已经不仅仅是用来吃的 可以用来作为生日蛋糕 对长辈的祝福 伴手礼 高考的祈福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 开始喜欢国潮风的馒头 我们现在呢 已经做了五百多种不同样的馒头 有大金礼的 龙的 各种仪式类的 最重的呢 达到了二十多公斤 它现在呢 不仅是一个装饰品呢 而且是一个真正能吃的馒头 发布味啊 它的工艺很复杂 就到旁边的布老虎做个比较啊 布老虎呢 从无到有呢 需要经历三个小时 我们做的呢 不仅仅是馒头 也是一种山东人的味道 一种亲人的味道 就是想把这项记忆呢 传承下去 把这种记忆中的味道传承下去 让在外面的孩子呢 想吃的时候呢 随时能够吃到家乡的味道 哎呀 这也太精致了啊 这要是放到我面前 都不舍得吃啊 就网友评论说了 馒头都做出花了 就成了幸福的香伯伯啊 这要是过年的时候 摆在餐桌上 不用吃就很有气氛了啊 真的很漂亮